明书记第二十章 正月间,以色列全体会众到了寻的旷野 就住在加迪斯,米利安死在那里,也埋葬在那里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 人民与摩西争闹,说 但愿我们的兄弟在耶和华面前死去的时候 我们也一同死去 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什么使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来呢? 这里不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 摩西和亚伦于是离开会众,来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拿着账,和你的哥哥亚伦聚集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 这样,你就可以使磐石流出水来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从耶和华面前拿了账去 摩西和亚伦聚集了会众 到磐石面前 摩西对他们说 悖逆的人啊,你们要听 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用仗击打磐石两次 就有很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遵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 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 这就是米利巴水 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 与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显为圣 摩西从加迪斯派使者去见以东王说 你的兄弟以色列这样说 你知道我们遭遇的一切困难 就是我们的列祖 下到埃及去 我们在埃及住了很多日子 埃及人恶待我们 和我们的列祖 我们向耶和华呼求 他就听了我们的声音 派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现在,我们就在你边界上的城 加迪斯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走过田地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我们只走大路 不偏左也不偏右 直到走过了你的境地 以东王对使者说 你不可从我这里经过 免得我带着刀出来攻击你 以色列人对他说 我们要走大路上去 我们和牲畜 若是喝了你的水 我必照价赴你 不求别的事 只求你容我们步行经过 以东王说 你不可经过 他就率领很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 以东王不肯让以色列人 从他的境内经过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去了 以色列全体会众从加蒂斯起行 到了荷尔山 耶和华在以东地边界的荷尔山 对摩西和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本族人那里去 他必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的事上 你们违背了我的吩咐 你要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萨 一同上荷尔山去 把亚伦的衣服脱下来 给他儿子以利亚萨穿上 亚伦就归到他本族人那里去 死在山上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吩咐地行了 三人当着全体会众的眼前上了荷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衣服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萨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萨从山上下来 全体会众见亚伦死了 以色列全家就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